自从张云雷杨九郎官宣在太原举办合作十周年相声专场,许多粉丝非常笃定地表示,秒灰的可能性很大,在开票之前就有网友见证了想看人数的飙升,统计下来得票率只有0.018,而且还有许多人没有点想看,默默地抢票。 在开票时就有网友统计,张云雷的票已经不是秒灰了,而是半秒灰,2500张票0.46秒就已经全部售罄,张云雷也打破了原有的记录,也感受到了张云雷杨九郎的人气。 如今张云雷杨九郎已经合作了十年,虽然两人已经很少出现在相声的舞台,但是人气却依然不减当年,许多网友可能会觉得自从张云雷跨界以后,一直都在忙着唱歌方面的事情,对于相声却很少演出,也有一些网友担心,张云雷还会和之前一样,有着优异的表现吗? 对于这个问题,张云雷也是回应过的。在做节目的时候,张云雷谈到了这些,他认为相声演员穿上大褂,那种感觉自然而然就来了。 说相声,你唱歌肯定是不一样,一个人说,一个人唱。好多人问你怎么转的,其实呢,只要你穿上大褂,那种感觉只有说相声的才能,才能体会到。 确实,从小就在舞台演出,一些东西都是融入骨子当中的,大挂上身的那一刻,那种奇妙的感觉,那种逗乐观众的想法,就会随之而来。 而杨九郎虽然张云雷忙着自己的歌手事业,杨九郎则是会偶尔地回到小剧场演出,如今也参加了不少的综艺节目,像最近播出的诗歌们的春日游园会就有杨九郎的身影,还有是好朋友的周末也有杨九郎的加盟。 看完之后,有不少网友表示,杨九郎好像不是去参加综艺的,而是像去吃饭的。 每一次的吃饭时间,杨九郎的筷子就没有放下的时候,杨九郎要是做个吃播节目,一定火。 这一年,张云雷的成绩是非常不错的,收获也是丰富的,杨九郎的综艺事业也越来越多,最后也预祝张云雷、杨九郎个人专场圆满成功。 继续携手奋进,在给观众带来欢乐的同时,迎来属于自己的下个合作十年。 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